-對,是一節 我分享的話有看到嗎? -有 好,我們剛剛討論 就覺得今天Galertown的測試還不錯 所以我們預計就是會用Galertown的作為 就是剛剛討論起來 覺得可以測測看它的那個壓力測試 所以明天下午2點我們的野餐松 就是可以廣邀大家一起來 我們來看免費的可以塞多少 可以塞到多少人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要使用應該還是會用付費方案 那就會是以有報名KKTX的人才能拿到Password 或者會議式連結 來作為一個邀請的門檻 然後也不要設太多 因為怕雖然就有考慮到可能有人來一下就走了 但就是大宋也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不對這邊先做太多處置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狀況我們再輸這樣 然後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你一個人是多少錢 兩美金 兩塊美金 所以是60塊 對差不多 就是活動我們應該就是最多8小時 我們就雖然平常算起來會是9個小時 但我們就以8小時 這次就會以8小時為主這樣 就是坑主跟提案人都會先線上測試 確認大家的分享都OK 那像我現在螢幕分享我們應該有28個人 所以如果大家看起來都OK的話 其實應該是蠻順暢的 然後等一下我講完會希望大家可以再跟我一起看一下 比林的新手教學 我們看一下影片的方式 會不會OK這樣 然後在活動當天的開場一樣 就像我們早上一樣全部人寬麥 然後提案的部分 就是也是會請大家spreadsheet上面先登記 那你要錄影片也可以錄影片 或者是像今天這樣子 我們報告時候用螢幕分享方式 所以這需要做壓力測試才知道效果怎麼樣 那剛剛我們已經有請小猴作為倒數專人 就是在時間快到之前會跟大家說剩下一分鐘 讓報告者有個心理準備 然後語庭有建議說我們會在場地再蓋一個報告等待區 就是譬如說現在第一個提案開始 會請第二個跟第三個提案人站在報告等待區 這樣子那個主持人也比較好找人這樣 然後自我介紹的話 目前如果大家之前剛剛我們其實基礎中之前有一點不順 就是有些人可能麥克風不願意開或者是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剛剛有發現一個功能是 如果你在你自己就是螢幕分享的這個 按螢幕分享這按鈕的左邊有你的帳號 然後你點開的話其實是可以打status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三個關鍵字打在你的狀態上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個成員列表 就是左下角如果你點開現在的成員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些人下面已經有status 像我的我就已經有寫了 就是我的status是可能羊蚂蚁啊 不會成是然後任祥是工程師 然後伊莎貝爾是揪松 對我現在看雨婷也有在打 就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打這些關鍵 我們至於要不要再開麥克風介紹 我覺得可以再討論 不過至少這一點可以讓就是有先打的話 讓大家找人也方便 然後也不會就是不順 然後再來就是找提案加入這邊 接下來任祥會多改幾間房間 然後應該會用數字編碼 所以到時候就是有需要房間的可以到你要的房間 然後告訴大家就是可能在 spreadsheet上講說 你現在是在哪一間會議室 然後把會議室的編號寫上去 寫在 spreadsheet就是共筆上 讓大家知道可以去那邊找 然後伊莎貝爾也有提議說就是 如果我是坑主 我就在我的名字前面輸入 比如說線上就是送椅節 那這樣大家就知道怎麼找到你在哪裡 然後可以follow 然後新手導覽團的部分應該還是會保留 然後現在就是任祥會把大部分的會議室放在附近 就是會夾在現在場地的那個廁所位置 會議室 所以新手導覽團就比較好走 就大家跟著導遊走 然後去到每一間再跟大家小小的對談一下 短講跟成果發表就是跟之前一樣 我們都會先預先彩排 然後請大家 就是我會先確認今天要彩排 就是要發表的人是不是都在場 然後確認大家的狀況 好然後剛剛還有一些沒討論到的部分 是可能譬如說英文字幕這些 就是是不是一樣是用 譬如說在對話框打字 或者是說可以有小bubble的功能 但因為bubble的功能我們剛好試過 就是雖然我跟譬如說像我現在跟哲偉站在一起 那我可以跟哲偉開一個我們兩個講話的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聲音比較大的空間 但其實旁邊的人都還是聽得到我們講話 所以就這功能目前沒有這麼使用 所以可以再想一下口意的部分可以怎麼進行 時間到了 喔這麼剛好好 那我